台北市又發生了工地地層塌陷 就在松山區的沁城街 以及西安街口一處工地 那麼其實發生這個地基下線之後 導致路邊的停放車輛 全部都因為路面下沉而陷落 而現場至少有四樣車都受到波及 第一時間市長蔣萬安 還有副市長立四川等人 都緊急趕往現場 路邊停車格拉起封鎖線 只見一整排汽車嚴重傾斜 往右側翻四十五度 這裡是北市慶城街與新安街口 一處興建工地 二十三號晚間九點 發生地基下線 預估下線範圍長四公尺 寬三十公尺 深度達到一點五公尺 即刻通報EOC 興建工程處 還有監管處 警察局消防局等 還有監管處 區公所等相關單位 那第一時間我們也即刻 拉起了警界線 沒有任何人員傷亡 索性坍塌 無人受傷 晚上九點一發生意外 臺北市長蔣萬安九點四十四分 就發臉書提醒民眾要小心 晚上十點多就趕到現場 跟上次深坑大火比 到了隔天才發布官方說明 這次速度顯然是快了許多 初步瞭解是內部執政力不夠 然後造成島溝外部下線 發生坍塌意外的工地為樸增建設公司 所實施的慶城浮華大樓更新案 目前進度仍在施工中 預計二零二六年完工 深夜突然路面崩塌嚇壞民眾 目前現場已經劃設警戒線 也請附近居民要格外小心 記者李洛同南進發SNG小組採訪報導